字幕提供 陳總統任內八年 也就是民進黨蔡主席所帶領的民進黨那八年 對勞工基本工資 到最後 九十七年一月要選舉了 他在96年才调一次 马总统就职三年 劳工基本工资就调了两次 调的金额比他们过去八年还高 对不对 对弱势的照顾 明白的写在社会救助法当中 但是这一本社会救助法在陈总统 也就包括蔡英文主席担任陈水扁总统的 陆委会主委行政院副院长 不分居立委在内的那八年 对社会救助法没有做有意义的 大幅度的征修 只有到马总统日内 把社会救助法大幅的翻修 把照顾的人口从26万 一举增加到86万 这就是马总统比较重视社会救助 重视弱势同胞 对不对 所以从以上的指标 我们非常明白的可以选择 就是要选一个在外交上 在内政上都能向上提升 向前迈进 就举一个例子 陈总统任内搞烽火外交八年 国家撩了很多的钱 还闹很大的弊案 包括从前 国安会的秘书长 邱毅仁 邱毅仁 在319枪击案当天 那个诡异的眼神 大家都忘不掉 对不对 现在那个人 以前躲在蔡英文的幕后 不久前已经大啦啦的回到蔡英文的阵营 又担任那个诡异的角色了 知道吗 就是这个了 有两个三七啊 来骗说 八年哦 我可以在机会来跟台湾建交 但是除了开其他的钱以外 你要花三千万美金 我来做运动会 这样邱毅仁就交代 我交报 我当时行政院会议中拆英文 他如果不知道 那就不负责任 如果知道 他就大问题 三千万美金 就这样交给三七了这次 现在马总统就这老 刚才把他推都回来 才推一千万美金而已 他说两千万美金 要不推回来 各位 轻易受骗 风火八年 让二十九个邦交国 调到二十三个 这是一个不及格的 风火外交 对不对啊 对 马总统 用活路外交 用务实外交 我们二十三个邦交国 根基巩固 毫不动摇 而且给我们中华民国护照 过去免签的 从李总统 交给陈水扁总统 五十四国 陈总统 交给马总统 也是五十四国 他一个就没钱 但是我们的总统 马英雄 中国十四国 现在变成 十二十四国 我们台湾有的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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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湾人好 他在选一个好总统 会给我们勤勤 给我们打招 他会外国 路线政策 国家有尊严 台湾安全有保障 这种好的总统 我们来给他继续 好吗 好 好 拜託各位 老马总统 继续住四年 我们台湾 会继续进步 这样对我们台湾 就是我要向国家祝的 祝大家 安心 健康 家庭保隆 福祉啦 好 好